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学习 Scrapy中的这个CrewSpider 这样一个类 这个内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内呢 它就是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它能够自动的帮助我们提取URG 提取URG之后呢 把这个URG拿着去发动请求 以及获得响应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指定一个 当前这个URG详应就要谁处理就好了 那为什么需要讲这个内呢 这个内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可以看见 在我们这件程序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找URG之址呀 找小芬的URG请求 找图书详性的URG请求 对不对 找下URG去请求 对不对 是不是都在干这种事情呀 而我们也知道 其实比如说翻页那个地方 翻页那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贴吧 我给你 这都可了 卖片的都是片子 大家不要上当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这URG指 这是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这个URG的规律是不是非常明显呀 URG的规律是不是非常明显 而且在这个地方 在这些详情的规律 是不是也非常明显 大家看见没 详情的规律 是不是就是后面数字变一下呀 是不是就是后面数字变一下 我们用详情的规律 是不是都能够把这个 比如说详情页 这一块URG提起出来 也可以把翻页这个地方 URG给它提起出来呀 因为这两个地方 规律是不是非常明显 大家看见没 左下角URG指 是不是非常明显 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呀 我们知道 我们在页面中使用-A 是不是能提起到 随着A标签 I-HERV随着HERV 全部提起出来呀 让我们写两个正则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 记者进行过滤呀 满足翻页这个地方的URG指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专门给它指令 一个解决函数 让它去提取对应的数据 满足详情页的地方的URG指 我们也给它指令一个函数 让它提取详情页的数据 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呀 那我们CrossSpider呢 它就是来帮助我们 做这个事情的 让我们代码面的非常简单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以这样一个网址为例 写这样一个程序 来通过CrossSpider 那这个网址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去看一看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里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 面接对不对 就像是列表页 然后列表页对应的详情页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使用CrossSpider 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比方 我们就抓取一下它的 抓取一下这个 标题和发布日期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这每个是对应的一个URG指 这个URG指的规律 是不是也是非常明显呀 然后翻页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左下角翻页这个地方 URG指的规律也非常明显呀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CrossSpider 帮助我们自动的 去提取翻页这个地方的URG指 以及呢 提取这个地方 详情的URG指 然后自动上去发布请求 帮助我们去 减少我们的代码量 那么CrossSpider 它是怎么用的呢 首先我们也是一样 得创建一个项目 对不对 那创建完个项目 方式和之前一样 那么围的不一样在哪呢 在创建Partron这个地方 那创建Partron这个地方呢 它需要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做-tCorner 这样的参数 明白吗 -tCorner 加这个参数 就可以创建一个CrossSpiderPartron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 根据刚刚那个网站 来写一下这个程序 那scrappy start project 加上项目名 项目名呢 我们把它叫做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叫做CIRC CIRC 那么CD进去 然后我们scrappy 进Spider-T Corner 对吧 加上这样一个爬出名 这个爬出名呢 我们叫它 bg 处罚吧 cf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域名放过来 Spider写错了 对吧 CID 然后呢 我们把这样一个 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之后呢 内容就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展开看一下 你们的爬虫是什么样子的 咱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是不是不一样呀 其实这个Fullet是不是不一样呀 现在变成了CroceSpider 这样一个Fullet 对不对 之前的Fullet是什么Fullet呀 scrappy.Spider 对不对 还有印象吧 那么现在 除了这个之外呢 Name 这是爬出名字 Alob 都没允许爬出的范围 随了有点地址 我们得改 对不对 这是不是之前一样的呀 下面这个地方好像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Rules 这个Rules干什么呢 这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里面定义规则的 怎么定义 提取 URL地址 规则 的地方 这就帮助我们定义 提取URL地址的地方 就是在Rules里面定义的 Rules实际上它是个原组 对不对 看见吗 是不是一个原组 原组说明它是什么呀 是不是数据有顺序 数据是有顺序的 这是第一个Rules 对吧 这个大写的 然后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定义多个Rules 定义多个Rules 可以这样定义 那每个Rules代表 我们可以写一个 写了一条规则 来提取数据 那这是Rules这个地方 那么下面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PathItem 这不是解析函数呀 就是Rules 在某种情况下 它给了我们 给了这样一个call bug 对不对 这是它自动帮我们申请的 当然这个名字 可以随便改的 我们这里改成Path1 这里写个Path1就完事了 好像没有 Path函数发现的吗 Path函数是不是没有呀 Path函数不见了 那为什么不见呢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Rules 对吧 那直接来看的话呢 就这个地方Rules 和我们之前不一样 然后Path函数没有了 就这两个地方不一样 其他地方差不多都是类似的 除了这之外 对不对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Rules 首先这是大R 这是大R这个Rules 对不对 它把这个前面都扩起来了 对吧 那说明这个大RRules 它肯定也是一个类 对不对 这个类呢 我们现在打括 传统参数这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实力化这个Rule 实力化这个Rule 就是我们一个规则 那么里面第一个参数 Link Extractor 翻译中文是什么意思呀 翻译中文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链接提取器的意思呀 Link 链接嘛 Extractor提取器嘛 链接提取器对不对 它是帮助我们干什么呢 就是提取URL地址的 它帮助我们提取什么样的URL地址呢 那我们要告诉它 什么样的URL地址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来传参数告诉它了 那看一下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呀 这是不是真的表达事呀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通过真的表达事 来提取URL地址对不对 那提到URL地址会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就是帮散入刚才的事情 提到URL地址会交给帮散入发动请求 会交给帮散入发动请求 所以在Cruise表里面呢 我们是不能够去定义帮散入的 明白吗 如果我们在子里面 定义帮散入是不是把负力里面的 帮散入发动请求的方法给它覆盖了呀 那它就不能去发动请求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需要特别注意 帮散入呢 有特殊功能 不能 第一 这是关于链接提取器的干扯事情 那对后对后面还一个call bug 这是干什么呢 提取出来URL地址对着响应 会交给它处理对吧 URL地址的 Response 会交给call bug处理 那这个地方还需要注意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这个call bug是可以有可以没有的 明白吗 并不是非要写 就有的地方有的页面呢 可能我并不需要一个call bug 并不需要去处理它 那比如说哪个地方呢 比如说这个翻页这个地方 当前这个页面 我需要一个call bug处理它吗 我们要的数据是什么呀 是不是详细里面的数据啊 那比如说我在这里 请求了它下一页这个URL地址 请了这个下一页URL地址 那个下一页URL地址对着响应 我需要去给它指定call bug吗 我们要从这个页面上提取任何数据吗 当前这个页面上 是不是不用呀 所以在这地方 有的地方其实可以不用写call bug的 有地方需要写 那对后面还有一个参数叫follow follow这表什么意思呢 它表的意思是 当前这个URL地址对着响应 是否还会经过这对ROS来过滤 明白吗 或者说是否还会经过这对ROS来提取URL地址 这是当前URL地址的响应 当前URL地址的响应是什么响应呢 就是被链接提取器提取出来URL地址的响应 被这个链接提取器提取出来URL地址的响应呢 是否经过 重新经过ROS来提取URL地址 大家发现这是个循环了吗 是个循环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的follow为处表示这个URL地址 提取出来URL地址呢 还会再经过这对ROS 再来挨个去提取URL地址 明白吗 那比如说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们当前在第一页对不对 那第一页它经过一个ROS 比如说这个ROS专门干什么呢 专门提取下一个URL地址 那它把下一个URL地址提取出来之后呢 如果说我们把follow等于处 它还会再去 从当前这个地方下一个响应里面呢 再提取下一个URL地址 如果它follow还认为处的话呢 你再会去提取下一个URL地址 直到它提取不到的情况下 这就不会再提取了 明白吗 所以这个地方呢 follow也是一样 它可以为处 也可以为不处处 也可以为first 或者不写 那么follow如果不写的话呢 表示这个响应呢 不会继续被过滤 对不对 不会继续被这个提取 如果follow等于处的话呢 表示这个响应呢 会被它继续提取 所以说follow等于处 以及callback 我们是可写可不写的 但是我们得确定 什么时候要写 什么时候不写 对吧 那么刚刚对于这个案例来说 假设我们要去提取下一个URL地址 对吧 那这个地方follow 我们要写还是不写啊 肯定得写 对不对 不然它就不会自动去提下一个URL地址 那么callback需要写吗 callback需要写吗 提取下一个URL地址的那个callback 比如说这个连续提取器 提取出来是下页的URL地址 那么下页的URL地址对内的响应 我们需要交给一个pass pass人的处理吗 因为下页的URL地址对内的响应 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页面啊 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是不需要同时提取这种数据的 对不对 我们要提取的是当前这个详细页里面的数据 对吧 比如说这个标题 发布日期 还有这里面的文本 这些内容对不对 所以详细页里面 我们是不需要写Kubak的 对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程序给改了 改成什么呢 改成来写这样一个 网站那个程序 首先我们需要的首页 首页在这 对吧 这是我们StarURL地址 那么要决定把它做 我们StarURL地址的时候 我们得判断 URL地址在想里面 是否有没有想到这些数据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呢 也是一样 我们不应该把它做 我们StarURL地址 在这地方我们看一下 数据是不是都在一个TR里面呀 在一个TR里面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Network 刷新一下 这里呢 它有一个这样的ID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ID拿到 拿到之后呢 我们去URL地址里面搜一下 我们发现是有这样一个ID的 对不对 下面是不是也是有这种TR的呀 那TR下面呢 有提波里 提波里 下面是TR 你就是这个TR到这个 它这个TR对不对 从这个TR开始到这个TR结束 这是不是一个TR呀 然后这个下一个TR 里面呢 好像是有我们的这个标题的title 对不对 然后还有UR地址对吧 说明UR地址是有的 想象也是有的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拿它 作为我们StarUR地址 然后把这个UR地址 复制过去 那么它对的想象呢 最开始的时候呢 就经过这对Ross来提取了 来提取UR地址了 首先我们要提取 比如说要提取什么呢 提取详细的UR地址 那详细的UR地址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UR地址这个样子 这是第二个UR地址这个样子 它们有什么 哪个地方很像呀 哪个地方在变呀 是不是就info后面那种在变呀 info后面是个数字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样来说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占领在这个地方 然后info后面改成什么呀 是不是杠地加就好了呀 是不是杠地加就好了呀 那后面这是个点 对不对 我想说它就是一个点 所以我们也打一个反显杠 对这个点做一个转移 然后表示点本身 对吧 那这是什么呢 这提取到的是我们详细的UR地址 对不对 详细页的UR地址 它对的响应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call block吗 是不是需要呀 因为我们就是要从详细页 对的响应来提取数据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先定一个item 等于空字点 那么item可以解写数据了 它的响应都会在这个地方等于response的xbus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提取什么呢 提取里面的这样一个标题对不对 标题在哪呢 在这样一个位置 我们使用选择工具点一下它 它在的位置是这样的td里面 对不对 在这样的td里面 那我们看一下UR地址的响应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刷新一下 我搜一下 是不是刚刚看到是在这个位置呀 它在这样的td对不对 那这个td呢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id对不对 那可以怎么办呀 是不是可以通过正则呀 那么就通过正则就把它提取一下 impro一下re 那么re.final 然后呢这个地方正则怎么写呢 摘下来就好了 因为它是在这个里面的对不对 然后把它 扩起来解写文号就好了对不对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么response 对啊 玻璃对不对 对啊 decode对吧 然后取代定一个 我们先这样简单写一下 这是取到这样一个title对不对 然后我们比如说还要取这个日期 日期在哪呢 我们搜一下日期 它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搜一下它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呀 那么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规定应该也是非常明显 就是2018要么19对不对 然后01 020304一到12对吧 然后11从01开始一到301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可以通过正则去提取的 对不对 复制一下 publish date 01.final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肯定杠地对不对 杠地什么呀 2是不是 这地方是不是也是杠地呀 杠地是不是也是2啊 大括还记得吧 两次对不对 这地方是不是也是两次呀 是不是日期就提出来了呀 那提出来它是哪呢 它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呀 大括把它扣起来 是不是就提出来了呀 扣起来之后呢 这后面也是一样的response 这个body加decode对不对 然后写个0对吧 然后我们在那里print一下这个item 那后面这两个ros我们先没有没有没有要对不对 没有要我们就把它删掉删掉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加个多个never 然后呢 我们把user agent也切换成一个正常user agent 然后粘贴在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还要注意点 这个follow我们需要写嘛 我们现在这是详情的优劳地址 对不对 详情的响应 我还需要经过这个对ros来提取数据吗 是不是不需要呀 因为它已经到详情页了 所以没有必要再什么follow了 或者没有必要再从中提取数据了 所以我们follow就不用写 那这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通过这样几行代码 就可以把当前这个页面上的所有数据呢 全部提取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执行一遍 程序看一下结果 那程序启动呢 其实和我们之前程序启动是一样的 也是scrappy 然后加上craw 加上我们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加上我们这样一个cf 一个盘中名字就好了 来看一下是不是就拿到了呀 拿到它后面肯定 还在做其他一些提取的内容 然后请求可能就填办 我们看到是不是大致就 这样就全部拿到了呀 然后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当前它只为爬去第一个页面 对不对 那第一个页面爬到之后呢 它为什么不停止呢 为什么不停止呢 有个请求比较慢 对不对 有请求可能请求半天没有请求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第一个页面有多少条数据呢 还挺多了对吧 123456789 1112131415161718192020条 20条这应该刚好就是20条对不对 长度差不多那次对吧 所以它现在已经是把那些数据全部拿出来了 对不对 就这个地方 相当于当前这个页面上 所有详细的数据全部提出来了 那么还得翻页呀 对不对 那翻页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是不是也得写个ROS呀 那么就把它复制一遍 再写个ROS 那这个ROS该怎么写呢 我们得找下一页U2G的规律了 对不对 下一页这页U2G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看一下它U2G是什么样子的规律 这个规律是不是也是非常明显呀 是不是就是后面这个配给后面内容变一变就好了呀 那么来粘贴过来 粘贴过来之后呢 我们这地方也是一样的 这么-D加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点呢 也是一样可以把它做一下转移 是不是 那这方这个下一页它需要有扣巴克吗 是不是不需要 不需要呀 刚刚讲了 这是下页U2G对它响应 不需要扣巴克的 对不对 那但是呢 我们还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把FOLLOW加上呀 FOLLOW表示 它这个响应呢 会继续被这对RORS来提取数据 会先进被它提取数据 被它提取的 就是提取详细的数据了 再会再被它提取 被它提取呢 就是提取下一页U2G的数据 那这地方呢 FOLLOW等于处 对吧 我们再跑一下成绩看一下结果 我把这个带里给关了 我把这个带里给关了 大家看一下 这肯定是翻译的 对不对 不然它是不会抓到这么多东西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数据都是有了 对不对 那再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写的代码 我们写的代码其实非常简单 就这么几行对不对 就这么几行 我们就能够把整个网站上面 所有我们想的详细的数据全部抓到 是不是非常easy啊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两个RORS 通过定义这样 这样Cruise by这样的类 然后定义这两个RORS 它能够实现帮助我们 自动的去抓取 对那U2G 自动的抓取数据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就不需要 偶外的花太多的精力 去考虑 应该如何勾造一个请求 这些事情对不对 所以直接看的话 它这个地方的是 相当于是帮助我们省的不少事情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写代码写的量比较少 但是我们大脑在思考的过程中 可能要多想一想 我们这个地方 Cobag到底该不该写 Follow到底该不该写 这个Alog这个地方 真的比较是该怎么写 我们这里都我们该考虑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要提的数据 是在最终那个页面上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定一个函数 就专门去提取 最终页面上的所有的数据 对不对 那可能这又有一个问题 我们最终上呢 数据呢 只有一半 还有另外一半数据呢 就在这个列表页上面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和之前一样 也是可以在这里要的 什么scrap it 带起来R request 自己来构造一个请求 那比如这里写个URL地址 然后这里呢 我们写个Cobag 等于self.parse detail 然后后面我们接着去写什么呢 接着去写定一个parse detail 这个函数 明白吗 这个地方 我写这个例子在这个地方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现在用的cruise spider呢 它也是可以在里面去构造请求 然后把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传一个meta 比如称个itom 然后呢 把itom传进去是可以的 前面我们可能只拿了一部分数据 然后拿另外一部分数据 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来构造的 那当然呢 它同时也可以干什么呢 使用rars来帮助我们提取这个URL地址 自动提取 它们可以配合在一起使用 明白吗 它们可以配合在一起使用 这个明白吗 就是你既可以把它写成 接着这种cruise spider的这种形式 然后让它干什么呢 让它在里面中中间的定一些rars 定一些rars对的响应 我们可以给它指定一个解写函数 然后让它给它一个follow等于tree 表示这个响应呢 会继续被处理 那么当然在写页上中间的 我们一软上去可以勾到一个请求 勾到一个请求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拿到对应的itom 拿到对应的itom 就是response.meta 然后取到这个itom 就itom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itom再添加其他内容 比如说它一个price 在这添加 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拿到的 拿到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统一的e的itom 也是一样 这地方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们即使使用了cruise spider 它仍然是能够自动去勾到请求的 主动去勾到请求的 明白吗 这个事情呢 也是这个样子 那关于这部分内容呢 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非常简单 没什么好讲的 对吧 主要是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干什么呢 帮助我们去生成一个cruise spider 那生成一个cruise spider 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定义我们想定的rars 这个rars能够帮助我们自动去提取优料地址 那么只是在这个rars里面呢 大家需要偶尔的注意是什么呢 需要偶尔的注意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该写follow 什么时候该写cruise spider cruise spider 是不是必要的 对吧 如果说我们最终的数据都在详细线里面 那么除了详细线这个优料地址 需要写个cruise spider 写到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写cruise spider 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数据不全在 想起来里面呢 那可能同学想 我这个地方我得写了写个cruise spider 对不对 等于什么呢 等于a 那这个a这个函数和这个price item函数 它们之间能向后传立数据吗 它们向后之间是传立不了数据的 明白吧 它们向后之间是传立不了的 因为没有任何地方传 而且什么呢 而且它们这些操作 提取数据的这些操作 提数据之后呢 这个u2G被勾到成请求 它们没有向后顺序 比如说 它把这个地方u2G取出来了 勾到了一个请求 它把下u2G勾到出来 基于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和这个请求 它们可能是同时被请求的 所以它们不存在一个向后顺序 所以就不能够 在这个写议函数中间 和另外一个rules里面 写议函数中间传立参数 这个地方不能传 但是呢 如果当我们手动去医药的一个请求的时候呢 手动去勾到一个请求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传立的 就我们之前写的代码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大家学到这个内容之后呢 可以尝试去把我们之前的 这样一个 腾讯招聘的这个案例呢 改成cruise wallet形式 来尝试写一下 在最终那个详细页里面 我们去提起我们想的数据 把我们想的数据提出来 应该也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来尝试 做一下这个事情 但我会发现 当你改成cruise wallet形式之后呢 你会发现代码 想要少了很多东西 相当于是只要几行代码 就能实现一个非常 强大的一个爬虫的功能 所以这个方法呢 在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去可以尽量拿去用一下 那么 那关于 cruise wallet这块的内容呢 我们在我们的PPT上呢 放的也有 那么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再根据PPT来看一遍 大家先下个休息十分钟 我们下个休息十分钟 看到我 好 我们下个休息十分钟 我们下期再见